最近盛传吃油有个作奇叫石铁兽,非常的凶猛,帮助吃油跟皇帝作战,皇帝几乎都要撑不住,很多小伙伴也来问我,这个石铁兽是个什么东西,真的有那么凶猛厉害吗? 先不查文献点击,光看这个作奇的名字,如果是吃油时代就叫石铁兽的话,那肯定是假的,吃油是在什么时代,那是在上古时代,也就是在瑶之前,而中国最早的铁器大概在商朝时期出现, 石铁兽这个名字肯定是不存在的,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石铁兽到底是何方神圣,它有没有可能是吃油的作奇呢? 据史书记载,石铁兽可能有两种,一个是熊猫,一个是刺铁,熊猫我们都很熟悉,我们先来看看刺铁,刺铁又叫涅铁,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妖兽,形状像水牛,但有巨角,皮毛稀黑,移血喂食,排泄物绿如钢,可做兵器 对于刺铁的记载,来自神异经,显然这属于神兽,而不属于真实存在的,但是刺铁也有人形,据当代学术考证认为其人形是现在的末,那么熊猫那么萌,那么可爱,怎么会成为凶猛的石铁兽呢? 其实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,熊猫是石铁兽的记载要多得多,我们先来看看,训藤波普主式的尔雅士兽中,但熊猫是这个样子的,是熊,小头,臂小,黑白活,能是石铜铁及竹骨,明代人墓的新奇鞋出几里,熊猫更加厉害,防线有墨兽,好石铜铁而不伤人,反民间离除刀骨之类,见得闲流,石之如虎,城门上所包铁皮,尽为所淡, 这里的墨兽并不是现代的墨,而是古代人们对于大熊猫的称呼,熊猫在书经称皮,在茅师中称白皮皮,在鹅眉山志中称皮修,在寿经中称河,李时珍的本草干木称墨,由此可见,古代所说的现实中的石铁兽,一般都是指的是熊猫,那么,赤铁有没有做题呢? 由于史书中没有记载,所以我们也不能确定,但是也有记载说赤铁是抛贴的,宋罗密录史赤铁传,重云, 赤铁天福之神,状类不长,三代仪器,多者赤铁之相,未叹猎者之戒,其相立为受刑,负以肉赤,说的就是赤铁就是掏铁,既然不能确定赤铁有没有肉体,那么赤铁和皇帝对战有没有出动过熊猫呢? 关于两者之间的对战,史书是这样记载的,李氏春秋荡兵,记载,兴所自来者久矣,皇,缘故用赤铁伯语,烈死皇帝,皇帝与炎帝战女反臣之也,帅熊,皮,狼, 豹,粗,虎为前驱,雕,河,烟,烟为旗帜,大代理五帝德,皇帝与赤铁炎帝战女反臣之也,三战,然后得行旗帜,虽然赤铁和皇帝在反臣之战中,动了很多飞行走兽,但是都没有熊猫的记载,不过谁都没见过两人作战,赤铁的动物军团中说不定就有熊猫呢?赤铁是九黎和苗族的首领,其动物军团有熊猫也不稀奇,但是当时的熊猫可能更加凶猛, 不过随着环境的退化,熊猫逐渐进化成了现在这个可爱的样子,无论如何也与熊猛联系不上了,熊猫是赤铁的坐骑很可能就是人银翼银,小说家之言,还有人打趣说,但熊猫人是上古凶兽,先随赤铁战败后,被皇帝封印了熊猛精,从此变成猛物。